224 承報 廣登職員遊船河失蹤匿 2015年7月14日港民A04本部《港民報》報導 一名廣登45歲姓馮南職員 昨日在西貢語教會有人參與遊船河活動 期間增落水暢遊,但突然失蹤 消防、水警和飛行服務隊接報後趕至現場 並在海上搜索失蹤者 救援人員府尋三小時後,終於尋獲失蹤者 事主被送往醫院搶救 可惜最後證實不治 有人發現突然失蹤有二十名男女 昨日一時許在西貢乘坐一艘遊艇在西貢遊船河 期間遊艇洗至洪江灣然後停留 部分船上人士馬上落水暢遊 及後發現一名四十五歲姓馮的男子突然失蹤 同航有人在船上和海面都未能尋回鳳 懷疑有人在海上願力於是報警求助 曾進行V深外壓急救未記警方及消防員直報到場後 派出水警輪、水警小艇和Y人進行海上搜索 非行服務隊亦到場協助 最後在四時許搜救人員於海底沉獲已昏迷的失蹤男子 並即場進行深外壓急救 再送往水警基地 繼而轉往將軍澳醫院搶救 但可惜是主刑翻雲法術 警方初步調查案件無可疑 但死因有袋嚴師後確定 港燈發言人昨日表示 證實死者為港燈員工 事發時正在休假參與私人活動 對於此次不幸願力事件感到十分難過 現時已與其家人接觸 提供所需要協助 並表示深切慰問